考虑 正考虑呢 那就快点拿个主意吧 好 好 我喊 喊 我喊 喊啊 我 我 嘿 你让我感性 我喊不出来 好吧 如果你喊不出来 我也不勉强你 那两万块钱就算了吧 这个北江市 想喊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呢 非要把机会让给别人 我也没有办法 别别别 雅芬 我喊 我喊还不行吗 我豁出去了 我喊 最后一次机会 限时九秒 一 二 三 我是猪 不是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我是赵总 大大点声 自信点 我是赵总 很好 这样很好啊 现在你喊了 就已经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朱相权了 不对 我不是朱相权我是谁呀 你刚才喊的谁呀 我姓赵 我叫赵尹权 我是北江集团总经理 赵尹权 这不得了 但你只是让喊 没让我当赵尹权呀 在我的字典里 喊就是当 当就是喊 既然你已经喊了 那就证明你愿意当了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友好的协定了口头合同书 即便是到了法院 你还是会输给我的 再说 如果你不仗义 就别怪我不讲义气 到时候 你就等着满大街撿照片吧 别别别 雅芬 你别生气 我听话 我听你的话还不行吗 我就是赵尹权 赵尹权 以后学乖点 我会喜欢你的 可我喜欢的是巧秀 你就不能说点让我高兴的 能 我是赵尹权 既然你是赵尹权 就应该埋葬朱相权的一切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明白 赵尹权有他自己的事业 爱情和家庭 你这都不懂吗 雅芬 我虽然听不懂你的话 但我心里明白我自己 我喜欢巧秀 我爱巧秀 我要娶巧秀为妻 在赵尹权的生命里 没有巧秀二字 赵尹权生命里没有 我朱相权生命里有 因为我不是赵尹权 你再说一遍 你要是敢说一个字 我就立刻打电话 派人把照片送到燕岭村去 我告诉你 你以后要是再敢说你不是赵尹权 后果你自己知道的 雅芬 你放了我吧 求你了 对不起 要放我早就放了 可我真的不习惯 不习惯你就慢慢来啊 我什么都不会啊 我教你啊 我很笨 我就喜欢教你这号笨人 你为什么这么逼我呢 我没有逼你啊 上天注定的 如果是上天注定的 我请愿死 你死不了 巧秀不让你死 你的亲生爹妈 更不会让你死 我现在才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有时候 生不如死 也是一种福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总 请喝茶 你必须要尽快熟悉你自己的身份 你让我怎么熟悉 成天地陪你泡温泉 喝咖啡去跳舞 难道作为一个总经理 整天就干这些事 当然不是了 但是这是作为总经理的一个社会环境 你必须去认识 去了解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等你跟我跳舞的时候 不再脸红 不再踩我脚的时候 看来 这关也不是好当的 这件事情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否则我们都得完蛋 完蛋就完蛋 大不了还需捡破烂 你最好不要有这种想法 否则我会让你比捡破烂还惨一百倍 雅温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我 赵总 我可以为你奉献一切 可你也得替我想一想了 这是赵尹权的签名 你不但要学会 而且要熟悉 要模仿得一模一样 来 试一下 试一下 不行 我学不会 别着急 慢慢来 发验结果出来了 你提之前正常 正常 医生啊 他真的是去味觉啊 你能不能帮他再检查一下 你这分明是不相信我 你要相信科学啊 要不然这样啊 你到内分病科检查一下 内分病科检查一下 好 下一位 检验结果出来了 一切很正常 一切都正常 一切都正常 你这么说是什么 来也要搞的 还要说是什么 医生有没有说什么 你没事吧 说话呀 不怕了 这个医院不行 我可以到其他医院去看 你又怎么了 哥 我 哥 妈 我的舌头真的坏了 医院也说没法治 那我以后怎么吃饭呢 你放心吧 刚才医生不就是说了吗 过两天你就没事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是真的 我不信了 是真的 你不要哭了 你看 你看你看 满大街都是人 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吗 我的舌头都坏了 我还怕谁笑话我呀 真是的 哥 如果我的病治不好 你会不会不要我 你放心吧 不要说你没有味觉 就算你 纯身没有感觉 我还是你的老公 你 还是我的老公 谁也分不开我 谁也分不开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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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没事的 这又不是什么大病 一定能好的 奇怪啊 成你这个医院是什么医院啊 那个病检查不出来 快夸 快夸 你不要怕 改天我带你到北京到上海去检查 快夸 哎呦 小秀 王哥 嗯 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样子 王哥 你读的书多 我有件事情想问问你 好啊 我愿意为你效劳 那行 咱们里边聊吧 走 走 怎么样啊王哥 这个病现在看了有两种办法 一种呢到北京上海大城市大医院去确诊一下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看你们相信不相信我这个叫花子 你 啊我 你给我治啊 还我哪帮你治啊 我是推荐一个人 让你去找他 你们只要说我的名字 那绝对没有问题啊 不过 不过什么 是不是要很多钱 哎呀 现在不是怎么钱不钱的时候 只要病治好了 多少钱都无所谓 这个老人啊玄虎济世 钱不会收太多 就是人有哪怪 怪 怪 这边 这边 来 就是这儿吧 好 脏嘴 你要干什么 看病 不要动 你看你长得像同事的 你以为人家会占你便宜 脏嘴 我是害怕 不要怕 怕什么 不怕 你一定闭上眼吧 乖啊 只要把病治好就行了 乖 站住 站开一点 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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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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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了 老先生 这病人治好吗 我给你一些草 每一棵草 都被我抱着睡过 我让他告诉你 我半年都没洗澡了 不能沾水 切蛋五钱 白酒两钱 老太太尿三钱 不是 两碗水 煮成一碗水 日服一碗水 好 好 谢谢 谢谢老先生 站住啊 还有最后一道程序 什么程序啊 打针 我来的 我来的 可爱 我不喝了 鬼狂 我跟你说啊 如果你想要你的舌头的话 那你就乖乖地把这个药喝下去 我一闻到这 这药里那臭汗味我就想吐 我一想吐 我就喝不下去了 那好啊 那阿秀啊 大嫂说不要大了舌头了 那么你就把这个药倒掉吧 我喝 嫂子 这就对了 你去北京上海的医院 要花多少钱呢 你不心疼啊 就冲这个 喝出命的我也得喝 你说那死老头子 他他他他干嘛抱着草睡觉啊 再说 这北京也不缺水啊 干嘛半年都不洗个澡呢这人 好了好了喝吧 这不就是好了啊 看美女照片哪 你没有啊 那你翻什么 我在看书呢 你看书 你什么时候会看书的 你一看书就瞌睡 我以前不看书吗 你上个夜校的要死要活的 真的 你莫非受到创伤打击 你就开了智慧了 竟然看起书来了 还怪了 嗯 好 好 我 同事们 赵总来看望大家了 我们欢迎赵总给我们讲话 经过我的详细调查 得出的结果是 王主任 人品 人员 还是不错的 忠诚 能干 有胆有谋 为燕岭之势立下过汗马功劳 两才不用领导之故 所以我宣布 即日起 王大牌同志 官府原职 老板是不是有什么喜事了 笑得这么开心 你别说话 来 按脖子 雅芬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就把你用猪相权 顶替赵颖权的事捅出去 你准备 好 老板 又想这么好事了 要不要我帮帮你啊 别说话 哥王哥 我这几天眼皮走着跳 总觉着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你别省那么多了 过两天就共产交完了 那到时你跟我回烟里吧 全哥还没找到呢 我回去了 你不会安心的 他到底在哪呢 阿修啊 等一下拿点饭菜 给那个要饭的那个王哥送去 大嫂吃了药以后 那必要好多了 我得感谢他 行 你放心吧 我一会儿就去 我还要谢谢你啊 跟王哥 你说哪儿去了 咱们两个可是姓一个姓的人啊 好 我不客气了 我放在心里面了 王哥 王哥 我给你送饭来了 权哥 你怎么知道是我 你是谁啊 我是巧秀啊 巧秀 权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这是我的家 这不是你的家 这是王哥的家 王哥 王哥 我睁开眼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王哥 王哥是我的亲人 王哥的家就是我的家 不对 你的家在燕岭 你真的连我都想不起来了吗 我是巧秀 我知道 你刚才说的 我 我真的记不起你来了 你再想想 仔细想想 在燕岭的时候 你打砖 我放牛 我爸 他不同意咱们两个在一起 可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俩都没有分开过 我一直在找你 等着你 你真的把我给忘了吗 我是巧秀 我是朱小秀 对不起 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不管你想不想得起来 这一回我一定要带你回燕岭 回燕岭 走吧 跟我走啊 桂花 干嘛呢 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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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什么东西啊 你拉死了 来来来 你的舌头 舌头 舌头 我这舌头好了 你有威绝了 你死了 你死了 你又好厉害 我看一下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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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玉华姐 跟旺哥 嫂子 浅哥 喝茶 好好好 谢谢 怎么了 小秀 向全怎么好像有点 他 已经不是以前的全哥了 阿秀 我怎么越听越孤独 你能不能把话做得清楚一点 是 我那么聪明都听不懂 你跟旺哥可比我笨多了 全哥他 他 他得了失忆症 什么 失忆症 什么病啊 是不是不记得以前的事了 哦 我在电视上看过 失忆症就是把以前的事 全部忘掉 好好 那 那这么说 他连巧秀你都不认识了 哎 哎 向全 你 你真不认识巧秀了 哎 你就是再不认识 你也是燕领村的朱向全 他也还是巧秀啊 对啊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你 他还是他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永远不会改变啊 全哥已经把以前的事情 全都给忘了 包括感情的事 傻妹子 她把感情忘了 可你没忘啊 只要你们俩的感情啊 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能够用你对他的感情 重新救活他对你的感情 对吧 哎呀呀呀老婆 你什么时候变得说话都有水平啊 连我听起来都有点朦朦胧胧的 那当然了 少初中那会儿啊 我还用朦胧诗给男生写过 说啊 说啊 我怎么不知道了 我那不是打个比喻吗 我 没事 我可什么都没听到啊 我 跟旺哥 你还生气啦 我不生气 才怪的 这 这是不是快一点了 怎么旺哥还不来啊 啊 这 哦 西娃 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跟全哥说了 全哥 你没给王哥烧信啊 我烧了 不过王哥说他从来不知情的 向全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们硬拉我来 我还以为还有别的人呢 不知情的 这人怎么那么怪啊 跟他们在一起 更奇怪的事还有 这不算什么 你看 菜头点好了 怎么办啊 看 王哥 你醒啦 王哥 你终于醒啦 我们都等了你好几个小时了 王哥不是说不知情吗 规矿 你哪人见错过了 落地的菜 就不是情 既然不是情 我当是知 在这里 在外面面具有点 入口 在家里面面贱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别看了 这儿的西装都不适合你 我带你去练一下 走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干嘛 我不要 不习惯 你以后必须习惯戴墨镜 戴这个东西 别扭 让你别扭的事还多着呢 你必须去习惯他的一些生活习性 包括一句口头禅 你都要特别地注意 可我毕竟不是赵尹全 心里没数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 就可以了 慢慢就能习惯 没有人能够看出破绽 怎么 你热了 有一点儿 你这么残汗显得很浓民 我回来就是 你要学着慢慢地忘记自己 记住 你就是赵尹全 好 东西 先放那儿吧 一会儿再收拾 好 这衣服太便宜了 实在穿不惯 在家里你可以把它给脱了 谁啊 谁啊 来了 美美 怎么那么巧啊 我刚进门你就来了 半天都没开门 怎么 找我有什么事儿 没事不能来啊 一日不见如歌三秋嘛 你这是在想我吗 坐吧 这表不错呀 谁的呀 王主任昨天来汇报工作了 那这儿呢 这儿呢 我怎么觉得 我怎么觉得 你们王主任对你挺有意思啊 你吃饭了没有 没呢 出去吃吧 我请客 家里吃吧 我连洗菜的力气都没有了 还家里吃呢 我洗我做 可以吧 还是出去吃吧 家里吃吧 我想出去吃了 走 妈我请客 快点 走了 好 妹妹 想吃什么随便点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喂 老王啊 你手表落我家里了 你看 是你来拿呢 还是我上班的时候 顺便给你带过去啊 那好吧 美美 你找我是 昨天 她父母去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 正好碰到我 说她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赵总很忙的 忙 忙得连父母都顾不上了 怕是去花田酒地了吧 咱们点咱们的吧 好 全哥 你找到你爱的人了 你幸福吗 你幸福吗 原来的我 一直想在城里生活 可是渐渐地 我发现 我不太喜欢这儿了 反而想回燕岭村了 为什么 就拿散步来说吧 城里人散步 空气又不好 人又多 哪有咱们燕岭村美啊 我们村真的很美吗 当然了 这是因为你忘了 等你想起来了 你一定觉得咱们燕岭村 比这儿本一千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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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哥 他是谁呀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你不认识我 可我认识你 全哥 他怎么知道你的名字 还叫你全哥 我也不知道啊 可 可能是认错人了吧 什么 我认错人了 他怎么会有我送给你的照片呢 我也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没关系 只要你們兩個過得辛苦 全哥 他到底是誰呀